疫情之前在佩拉蒙工作室里面看到了一件汤姆克鲁斯谍中谍里面的道具 摆在他们的陈列室 聊着聊着就说起了好莱坞电影的中文翻译问题了 我告诉他们谍中谍在中文里面的意思大概是谍里面的谍 对方那哥们顿时戴上了痛苦面具 为啥呀 其实呢谍中谍的英文名字如果直译的话 大概是任务代号不可能 之前有另一个翻译叫做不可能的任务 对吧 那我们就来看看 好莱坞电影如果英文直译过来 不加修饰和理解的话 名字会变成什么样子 阿甘正传名字就叫做弗瑞斯特 甘是里面主角的名字 他经常自我介绍吗 I'm Boris Forster 道梦空间英文就有一个单词 Inception 直译大概是奠基起始 在电影里面他们提到 在人脑里放一个想法 用的就是这个词 不过我得说道梦空间翻译的极好 星际穿越直译过来是一个形容词 星际的 楚门的世界翻译成真人秀 但主角的名字就叫做真人 英文是一语双关 中文的翻译也是一语双关 你可以说这是楚门生活的世界 也可以说这趟节目就叫楚门的世界 机器人总动员直译过来叫做瓦力 寻梦环游记直译过来叫做可可 我记得还有一个翻译叫做可可夜总会来的 飞无环游记的英文就一个词 啊向上的 梁纳多和汤姆克鲁斯演的电影 猫鼠游戏 直译为来抓我呀 黑客帝国原名直译为举阵 或者是母体 我记得之前有个中文名字翻译叫做 二十二世纪杀人网络 前些年有部电影叫做爆裂鼓手 原名直译应该叫做鞭打 这是当中一首曲子的名字 同时也是像里面的老师 不停的鞭打着学生给他施压 有个本来直译为日出之前的电影 被翻译成了爱在黎明破晓前 有个本来直译为滑铁卢桥的电影 被翻译成了混沌蓝桥 有个本来应该直译为航站楼的电影 被翻译成了幸福终点站 有个本来应该直译为追求幸福的电影 被翻译成了当幸福来敲门 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 可以直译为随风而逝 但是大家更常听到的翻译名字 叫做乱世佳人 有人说这翻译的依据是什么呢 到底该不该直译呢 翻译家严复提出过三个字 是翻译界的普遍共识 叫做信达雅 信准确达通顺雅有文采 从这个角度上在我心里 当幸福来敲门 比追求幸福更符合这个标准 怎么样 你觉得这些翻译好听吗 你还听过哪些好听的翻译呢 我先提一个 我之前说过 奥斯卡获奖影片 被翻译成皇上无话儿 都会是小学习 是什么和你不变着 你帮你回来 你帮你帮我下回 我下回 我下回